今天给大家带来,由海雅玩具最新出品,哥斯拉2,怪兽之王,超可动哥斯拉,新品食物简单分享展示,简单的说这次算是变相再版了,价格不变的情况下,还对前作做出了优化处理,老规矩还是先请咱们家,EG元祖出场,除此之外还会请出,前作的哥斯拉出来对比一下,这里可以看一下, 看出,在涂装上就有明显的不同,新版的在涂装上,皮肤外有点像做了一些自喜的效果,而下巴的穿帮这次终于修复好了,那么各位大佬,对于这两款的外观,你们是更喜欢哪款的涂装表现呢? 在嘴巴的可动方面,基本与前作大致相同,内部的颜色汇率有不同,总的来说这款哥斯拉的可动表现,该有的可动关节都会有,表现不错 手部的可动展示,腿部的可动展示,尾巴的可动展示,因为属于变相再反的关系,在这我就不过多介绍了,可以观看之前的视频了解更多可动 那么我今天的新品简单分享展示,就到此结束了,最后感谢您的收看,咱们下款新品再见